找到了一个小镇 这是个老大爷 这是个教堂,中间是一个执念柱 在欧洲,这种教堂太多了 它主要的建筑都是教堂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建筑保存的很少 而欧洲的很多呢?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材质不行 因为我们的建筑是木料 木料隔个一百年两百年可能就烂了 知道吧?所以它保存不下来 只有这个地基是石头的,可以保存下来 但是那地基没有用啊 欧洲的这个建筑呢,主要的城堡啊什么的 都是石头的,砖石结构 所以呢,几百年它不坏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人他妈不修 而且是破坏 你记着不记着这个在秦始皇时期 它修了一个著名的厄房宫,那多漂亮了 那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宫殿 像我一看,他娘呢 烧了它,这都是明脂明膏 烧完之后呢,他自己建了一个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中国一直就这样 你把你的烧了,然后我再搞 所以呢,以前欧洲的城堡呢 它历来都是反复的修 中国修什么呢?长城 中国是每个朝代的话,长城都是修的 因为那是抵御外敌用的 而这种建筑呢,却不行 建筑经常就是被破坏掉 再加上材质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这个好的建筑太少了 只有紫禁城留下来 那是最后一个皇帝的这个宫殿 还有中国保存比较完好的就是这个木 因为有一些木啊,它比较大 倒木的话不太好倒 所以很多这个陵木呢,也保存下来了 但是建筑圈少之又少